一个小孩老兰都爱吃的椒盐蘑菇 蘑菇我们先 披成我们需要的大小 然后我洗了一下 下面下水焯一下 蘑菇我们开锅之后就可以捞出了 捞出放到凉水里面拔一下 然后攥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蒜干水分 我们先咽一下蘑菇 先放点花椒面 倒上少量的酱油就可以 一点酱油就行 搅拌均匀 让它腌一会儿就可以了 我们来调一下货 我打入两个鸡蛋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放入面粉 我没放入面粉 我没放入面粉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加入一点白水 加入电丸调好货 面粉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加入 要不都是那种面割的 这样就可以好了 静止五分钟就行 我们把磨锅放到这个我们搅好的面糊里边 我们这油呢烧到六七成热的时候 我们可以炸了 吃一下油温先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炸入三四分钟 可以捞出了 等一下我们再用大火复炸一下 我们再复炸一点 油温烧到要高一点 也不用炸太长时间 几十秒就可以了 可以了 都黄了 我们就可以捞出了 色的特别好 很漂亮 蘑菇炸好了 我们现在撒上点椒盐 好了 好吃的椒盐蘑菇 我们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